昨天是6月18号 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年终大促 到了最高潮的节点 今年的618时间跨度更长 平台竞争更激烈 史上最卷百亿不跌等字眼被反复提起 那么您买买买了吗 上海市民又在买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京东数据显示 顾家的上海人在生鲜 营养保健 宠物生活 家装进财 食品饮料等领域消费占比 领先全国 具体来看 滋补营养品成交额 较2022年同比增长2.9倍 鲜炖燃窝增长1.3倍 养盐抗氧化保健品和蛋白粉的成交额 也有所增长 而在运动装备方面 上海游泳用品成交额 较2022年同期 同比增长4.1倍 公路车成交额同比增长4倍 并带动骑行服和穿戴装备 同比增长1.7倍和1.1倍 羽毛球成为上海人最喜欢的运动 球拍 球服 球鞋和羽毛球 成交增速均领先其他运动 此外 户外防晒衣同比增长3.9倍 这个夏天 上海人民装修热情高涨 装修设计服务成交额增长8倍 整体全包业务增长2.5倍 智能浴室柜 智能花洒 智能做兵器等智能产品占据主流 擦地机器人和内衣清洗机 颇受主妇们的青睐 个人消费方面 黄金首饰领先增长 此外 珍珠饰品玉石及饰品销量也有所增长